生活中常见的棕榈科植物与红色座椅 以分割画面来呈现自身与环境的关系 艺术家郭鸿坤以日常生活所见场景为主题 透过对于审美的理解过程 将绘画融入情境中 让自身与环境互相融合 我不需要把绘画的图像 当作是一个真实的对照关系 它本身就可以透过我们这种理解的过程 里面让自己的心思理智 透过绘画的这个情境 我可以在这个情境里 我们要去靠近那个座椅 通常都会有一个等待下一步的 这种心理预期 所以这个也很符合 我自己在经营这些图像的过程里面 我要求它必须要有一个条件 一个我在情境里的这种 视觉构成跟人的环境关系 这幅看见自己的眨眼 除了描绘常见的街角景致 更加入身体的感知与自我的观照 让观者有如自身作品中 感受当下的情境 那看见自己的眨眼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生理的自然反应 就是户外有一道光线 有一个风 有一个物质 它飘起了在我们的眼前 那本能的会去眨眼 所以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眼皮 那看到了自己的眼皮 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但它同时也预设了一个身体的存在那一个时间的状态 就是图像它不会是过去我们在讲的 它具有一个故事性的或者是戏剧的表演内容 它纯粹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一个很细致的这种感受性的部分 郭宏坤步入环境各展 即日起在99度艺术中心展出至7月18号 因疫情关系踩实名制逾约欣赏 欢迎喜爱艺术的观众朋友前往欣赏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